最近小S的大女儿许新闻拿下了自己的首个代言 而在之前,许新闻在媒体就有非常高的曝光率 不仅因为她的妈妈是台湾著名女主持小S 姨妈也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演员大S 而且许新闻的舞蹈功细十分的强 几次都登上了非常大的赛事 小S对于女儿们的管教真的是十分的严格了 在之前,小S与大S还有他们的朋友范小薰一起参加的综艺节目中 小S与大S就因为应不应该给孩子买太贵的衣服起了争执 小孩坚持认为,女儿现在正属于长身体的年龄 卖太贵的衣服,可能穿不了几年就要报废了 而大S认为,女孩有自己爱美的权利 并且偶尔买一两件比较贵的衣服也是可以的 小S和大S也因为这件事情起了非常大的矛盾 后来大S决定自己出钱买这件衣服给许希文 作为她得了舞蹈比赛冠军的奖品 虽说这两年小S在综艺节目上的主持 获得了非常多人的关注 并且小S提出的问题也是十分的犀利 在不少的明星都十分为之小S 而小S与大S相比本身 就是一个性格比较开朗活泼的女孩 也在大S生孩子之前就已经有了自己的孩子 这也让小S在国内成为了非常优秀的一个主持人 而之前也有传闻称小S的老公似乎在外与别的女人有染 小S也发微博声称自己非常的相信自己的老公 这么多年以来小S经常在综艺节目上 都以一个非常犀利的角色而出现的 但当踩康友不仅主持了台湾过了非常多年的节目 康熙来了 不久之前 康熙来了 也被要求停播 小S与太康友 让非常多的观众都舍不得他们 这档节目可以说是也陪伴了非常多人很长的时间 后来两人在中国内地 也是官宣了一档新的综艺节目 花花万物 这档节目主要是与网站闲鱼合作 拍卖出明星家里的闲置物品 便拿着笔钱来做公益 最主要的是不少 喜欢看戏来了的朋友们 可以再次在电视或电脑上 看到两人继续合体主持节目 而之前小S的大女儿许希娃 就有非常多特别好的杂志封面爆出 小S也是亲身视法如何摆出造型 一旁的许希文学的 也是非常的认真 不得不说 许希文十分有能力在娱乐圈中立足 先不说自己的妈妈和姨妈 都在娱乐圈中有着非常高的地位 也认识非常多的明星朋友 可以帮她在娱乐圈中更好的发展 许希文本身也有着非常高的舞蹈能力 并且在非常多的舞蹈比赛上都获得了冠军 而在这三个女儿中 许希文是最大的那一个 这两年也越长越漂亮 虽然和妈妈相比没有妈妈那么大的眼睛 但是她的眼睛里也是十分的有内容 一举一动眼让人感觉到非常的有气质 十分像韩国前两年爆火的眼人金高音 而且你年纪十四岁的许希文 就已经拿下了自己人生中的第一个代言 这样的新土也 可以说是十分的顺利了 最后希望许希文也可以在日后的发展中 有更多的作品 大家见面